在文书章里面这样子讲到 文书菩萨这一天就叫善才童子出去采药 并且跟他说 不是药者采将来 就说你出去看 不是药的你都把他采回来 好了 善才童子很听话 他就善才变观大地 无不是药 他看一切这些植物都是药材 雀来白云 回来之后跟文书菩萨报告 无有不是药者 既然都是药 那我怎么办呢 文书菩萨再跟他说一句 是药者采将来 那你就把那些药采取回来 那这个善才童子呢 乃粘一枝草 度于文书 他就随便拔一根草 就递给这个文书菩萨 文书粘起势重 就把这根草拿起来给大家看 此药亦能杀人 亦能治人 这句话就是中文所谓的 疾风语 这个药 它能够治人病 也可以害人 这指的是什么呢 就指的佛法 佛法是教我们大家开悟的 我们如果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我们的病就治好了 那如果我们还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呢 我们的法生灰命就毁掉了 所以这一个公案呢 告诉我们 修学佛法没有别的 就是把自己啊 内心里面那些执着分别 起心动念 通通通都放下 一旦都放下 宁叫明了 原来大地是同一个法身 后面再说 若能如是汇取 则禅密净途 吉三吉一 陈茂差图 西显 世里外 世事外境界 这里所说的呢 都是真实的 没有错 那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入这个境界 果真入境界的佛菩萨 他们就知道什么呢 法法皆如 法法皆世 所以中文有一句话说的好 若人实得心 大地无寸土 心是能生能献 那心又能够产生什么作用呢 佛林大师开悟的时候 说了五句话 第五句话就讲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是讲自信的 自信就是指我们的真心 真心 是一切万法的来源 念到后面这句话说 若能如是汇取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 经上跟古大的意思之后呢 你就明白什么 就明了 原来禅宗 密宗 禁宗 他们是一即是三 三即是一 也如同黄音经上 佛首讲的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陈毛 岔土 这个陈就是指的 围城 最小的一个单位 围中子 毛呢 是说这个含毛的尖端 那么这么小的物体 里面有什么呢 有不计其数的诸佛插土 里面又有佛 也有众生在其中 佛在里面呢 度所有这些大众 西显 事理无碍 不是法身大事啊 绝对看不清楚 宇宙的真相 尤其是大家证得的 原教八地 这个地位的话 那您看这个诸法实相 就比七地以下的菩萨 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我们如果不到达 极乐世界 真的 很多事情呢 我们都不知道 听没听到 看也没看到 升到极乐国土 把宏观世界搞清楚了 也把围观世界呢 都看清楚了 看清楚什么 就是 《金刚经》里面 所讲的一句话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其实这个话 大家都听过 不晓得多少遍呢 但是 听了很多 有没有听进去呢 有没有听懂呢 什么叫懂不懂呢 放得下的 就叫懂了 还没放下的 就是不懂 只是懂的这个 皮毛 里面的意思呢 并没有真正看透 因此惠人大师啊 他听到金刚记里面 硬无所住 而生起心 人家当下就 把所有的执着分别 起心动念 全都放下 一旦放下 一切总之 立刻就先去 到那个时候 他师父 还需不需要 继续讲金刚经的 不用 再讲这多余了 他已经懂了 你还说他干嘛 这时候师父怎么办呢 赶快送他走 其实他师父很厉害 他师父已经知道 他今天晚上会开屋 凭什么 凭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师父已经把船 都准备好了 是不是 他为什么不早点准备 晚点准备 怎么今天晚上之前 他准备好这艘船呢 他知道 船人今天会来接受 他的船法 他�ن Altyazı M.K.